台湾爱华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累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及富佑于投资有限公司 在消防局复理分队 共同捐赠华联县消防局 一辆高性能救护车 现场由局长吴兆远代表受证 并回赠救护车模型 以及感谢状场面温馨且隆重 这辆拥有八腾宝格纹设计的救护车 除了提升美观之外 高度反光性让民众在夜间 能够清晰辩护救护车 进而降低与救护车发生事故的几率 提升出勤人员执勤安全 这是来自不同企业公司所赠送的救护车 是送到最需要的富里乡消防分队 我们真的很感谢消防队这些英勇的异消们 我们应该要谢谢他们 给他们一个赞声 这场捐赠典礼就在富里乡消防队举行 现场由局长吴兆远代表受赠 并回赠救护车模型与感谢状 场面温馨并且隆重 这三家公司都秉持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并且积极落实执行 这次捐赠行动是三方洗手联合捐赠 回馈社会的具体表现 这家高雄双富里乡采访报道